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月薪四千的人不配背两万的包 作者 范姐 前段时间有一个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杭州一个女子月薪四千花自己的工资买了一个两万的包包 她的丈夫表示非常不理解 一方面觉得她花钱大手大脚不和她商量 另一方面觉得她一个月月薪四千人民币的人 背着两万的包挤地铁 别人只会觉得那是A货 两人一起生活 钱财的支出是得商量着来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事件一出 有人被评论说 月薪四千的人还背两万的包 背再贵的包还不是得坐地铁 这个女的就是虚荣 我顿时觉得心里梦梦的 坐地铁就不能被名牌包吗 月薪低就不能奢侈一回吗 我赞同人在做出消费行为之前 应该衡量自己的消费能力 那些借钱网败去买奢侈品的行为 我也绝不赞同 可是一个人在自己能买得起的范围内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 生活需要简单 但也需要奢侈 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有些奢侈是生活中的光 什么是奢侈呢 有些人认为买奢侈品就是奢侈 我却觉得不然 奢侈是相对于每个人的消费水平而言的 月收入三千的人花几万块 去一趟欧洲七日游 可以说成是奢侈 月收入八百的人花一百五十块买一个手机壳 也是奢侈 可这些奢侈不一定每项都是在浪费钱 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两个 有着自己独特兴趣爱好的人 他们可能是鞋狗 消费的日常就是买各种喜欢的限量版球鞋 他们可能是爱买的精致girl 化妆桌上全是大牌化妆品 他们可能是摄影爱好者 每天省吃俭用只为买更好的摄影器材 他们可能是手办爱好者 家里满满的挤架子手办 曾经在旅行途中认识一个姑娘 工资不高 一个月月薪六千的她 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 毕业后别的女生都热衷于打扮自己 买化妆品 她却用了五年 攒了十几万 在二十八岁那年 穷游了一圈亚洲 每次看她在朋友圈晒出 素面朝天 却酣畅大笑的照片时 我都忍不住被打动 她说只有旅行 能让她在房门无趣的工作和生活中 找到一些活着刺激和美好 是啊 有些东西虽然对生存无甚意义 可是对生活意义重大 真是这一点点美好 让这个冰冷的世界 变得温暖了一点点 带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有些奢侈 只在当下才有意义 很喜欢一段话 二十岁那年 买得起十岁那年买不起的玩具 可却没有了当初那般的期待感 三十岁那年 有勇气去追二十岁那年不敢追的人 可别人早已成家多年 四十岁那年 想再去珍惜三十岁那年的朋友 可不知何时已经渐行渐远 人生就是这样 错过了就会变成遗憾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人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小过程 小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块巧克力 新欢怒放一整天 可越想越大越发现 这种快乐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满足感的临界点也越来越高 很多时候 有些奢侈 放在当下时间段 会给我们带来十分的快乐 十年后 可能就只有三分了 我始终认为 购物的最高层次 是丰富自己的体验 既然当下的幸福 是如此巨大的多手可得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放到十年后呢 沐昕曾说过 生活是为了列取喜欢 而有买得起的东西 要紧在于愿望 满足愿望 不能吝啬时间 去年 我想买心爱的衬衣 今年 我去买的时候 却没有能穿的号 有时候 等到我们想要做点什么 说不定 已经上市了机会 我们的人生 只有一次 所有的期待和喜悦 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能等到我们 经济充裕 功成名就时 再来一遍 曾经听过一名叫 金勇军的人一段演讲 人们通常认为 幸福就像存款一样 可以日后拿出来用 但实际上 那是不可能的 日后再幸福吧 扯淡 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只要错过了那一刻 就会永远消失 所以 现在就要幸福起来 随心 随遇 随性 享受现在的幸福吧 人生太短暂了 生活应该有一些 得来不易的试吃 很喜欢一句话 生活不应该是 麻木的生存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自己最大限度的快乐 才是消费的最高层次 记得日本电影 深夜食堂里 有一个名叫 素商美之流的姑娘 从小镇来到大城市 她无所依靠 身无分文 艰难的时候 连饭都吃不起 只能靠淘胆 来维持基本的温饱 在深夜食堂老板的帮助下 她才能在店里打工 以换取餐费和住宿 可是 她在领到微博工资的 第一件事 竟然是买了一个 并无太大作用的风铃 给出钱的那一刻 以及从小贩的手上 拿到风铃的那一刻 她的姿势都十分郑重 与小心 也是那一刻 她在脸上露出了 许久未见的笑容 以前 我一直觉得 人应该少一点欲望 这样才能达到一种 平和的状态 后来才发现 这样的生活 没有喜和悲的区别 人生少了很多乐趣 有句话说得好 最怕拼命压抑 人的生活没有一丝趣味 还要安慰自己 无欲则刚 我现在还记得 工作后发工资时 买到那些 自己曾经买不起的东西 的那种狂喜和满足 那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物品 它也承载着 对我过往努力的肯定 韩国人在工作后 领到第一笔工资时 有个约定俗成的习俗 是给感谢的人 买一套内衣 这套内衣不需要很贵 可它承载的东西 却异常的贵重 从不赚钱到能赚钱 从买不起到买得起 很多时候 物品是情感的另一种表达 认真工作半年后 常常给自己一个 平时舍不得买的包包 升职加薪后 带着全家人 一起去国外玩一个星期 敬请恳恳工作了好几年 把绝大部分的集训砸进去 给自己买了一套 又大又舒服的房子 正是这些得来不一的奢侈 带给我们肯定和成就感 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 掌控自己的生活 对前路充满希望 马尔克斯在百年过路中写道 我们趋勤在人生 这个亘古的旅程 在坎坷中奔跑 在挫折里涅槃 忧愁缠满全身 痛苦飘散一体 我们累却无从止限 我们苦却无法回避 谁说不是呢 人生是苦 生命中有太多东西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那么至少这得来不一的奢侈 不该被轻易放弃 毕竟即便生活当下充满黑暗 我们也要朝着有逛的地方走去 不是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跟我一样有所感悟 那么明天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